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初開這間店的契機 其實是有一年 就是老闆他去曼谷的一間餐廳客座 那剛好恰巧碰到 在泰國也是叫辦的一個Chef Dong 那他就邀請老闆去那邊吃 那吃到了以後 他自己也嚇一跳 跟他以往吃的泰國菜 怎麼會有一個差異性在 那剛好這個時機點 就是大家已經能接受啊 新住民其實也很多 那就是把泰國吃到的那間辦的東西 完全複製過來台灣 那他跟一般我們在台灣吃到的泰國菜 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就是我們著重在新鮮香料 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味道 包括比較常見的紅咖哩啊 綠咖哩啊 或是東櫻湯 它裡面的一個Sauce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 就是從原汙料 然後把它變成醬料 對這個是我們跟一般泰式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辦的意思它就是家 東北蒜辣滷肉這道菜 它就是一個家庭食譜 我們就會先把滷肉滷好 滷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今天滷的我們會在第二天之後才開始賣 第一個是顏色會比較漂亮 然後第二個就是味道會比較入味 當客人點到這道菜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丟新鮮香料進去 比較特別的它的甜度的來源是 我們是用椰糖 那椰糖它本身就有一個油脂 再來就是它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那種甜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它真的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在台灣裡幾乎吃不到 因為它是自己家庭的食譜嘛 然後第二個是 我自己被經驗到 所以我就一直很推這道菜這樣子 我們餐廳叫野熊 英文叫Coco Brother 我當時在創立這個餐廳的時候 是因為我從泰國學了椰子冰淇淋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Hachim叫Coco Brother 一般外面的泰式料理都是做和菜 教菜的方式 單點的方式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希望是突破這個痛處 就是讓少數人 我一個人兩個人 甚至我三五個人 我就想要去吃泰式的時候 我不需要去點那麼多菜 我一個人也可以吃到 我們的那個泰國很有名的豬食 然後泰國的小菜 泰國的湯品 一個人也可以享受 滿滿的泰國的一些風味這樣 打拋豬在泰國是 所謂的泰國的滷肉飯 到處都看得到 打拋豬就想到泰國 然後再來是 我剛從椰子冰淇淋 在入手到做鮮食的時候 我第一個開發產品 就是打拋豬 我的習慣是 我會把肥肉比二比八的豬肉 豬腳肉 先用溫度比較高的熱鍋 然後我去把裡面的豬油逼出來 先讓兩面先煎成 就是比較有點焦香焦香的方式 再來就是我會把所有的香油 用去特製的打拋醬 還有我們一些什麼 泰國的辣椒啊 一些蒜頭 先去做提味 跟它洗 平起來之後 再把剛剛我煎過的豬食豬肉 可能去把它炒入味 然後手感 就呈現我要的打拋豬 我相信很多人 在做打拋豬這個部分的時候 都有自己的一個配方 可是我覺得 我的蠻多的內容物 都是真的從泰國進來的 我一定是用泰國的魚露 我是泰國的一些 小毛南漿啊 一些泰國當地的香料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呈現 我想要呈現的泰國的風味 我們這邊餐廳呢 主要呢 是做我們泰北傳統的料理 我們這裡成立了兩年 兩年零一個月 老闆他是泰國人嘛 然後呢老闆又娶了台灣的老婆 然後就留下來這邊定居 然後呢 自己也是有學了一點廚藝 然後呢 就開始做一些比較道地的泰國菜 菜單的問題呢 是老闆跟我一起討論過 大部分呢 是要以泰北菜來呈現出來 因為在台灣呢 大部分呢 就是比較偏台式口味的 街頭的小吃比較少 所以說我們不定時的 每一兩個月會推出一個 或者泰北的什麼鄉村小吃之類的 我們會把泰國街頭的小吃 會不斷地呈現出來 這道香茅松阪豬呢 其實它就是泰國的各大餐廳 或是小吃店 路邊攤你都可以吃得到 它就好比說我們吃那個 兩瓣青木瓜一樣 在路邊攤我們都可以吃得到這道菜 它會呈現出酸 辣 甜 鹹 泰國最主要的四個味道 這道菜呢 我們選用的是台灣的 雙盤豬 豬頸肉 然後呢 過來做個醃製 用泰國的醬料下去醃製 等一個晚上之後呢 我們再拿來烤 烤熟了之後再來切 切薄片 切薄片之後呢 再放一些辛香料 比如說 蒜頭 紅蔥頭 香茅 檸檬葉 還有美國香菜 加上我們特製的泰式醬料 下去拌在一起 就可以呈現出來這道菜的味道 這間餐廳其實在台北 算是第一家泰國菜 那我們在民國68年的時候就開了 那這其實是我媽媽開的 那我媽媽是在泰國出生的 因為就是想念家鄉菜啊 我媽媽就想說 反正也沒有什麼事 所以就想說 好啊好啊 那我就開一間小吃店 我們家的特色的話 比較跟外面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有比較多的泰北料理 現在的師傅也都是 北部青麥那邊過來的師傅 比如說像一些辣椒醬的部分 然後有配一些生菜啊 跟一些豬皮 脂肪的黃薑雞啊 泰北的田園東粉堡 那個就是在外面比較吃不到的 這道菜叫做青木瓜涼拌嘛 也叫涼拌木瓜沙拉 其實在泰國這個木瓜沙拉的話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這種最陽春的我們叫DAM TAI TAI就是泰國的意思 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用很簡單的大蒜 辣椒檸檬 放在一瓢下面 那個是調好的 比如說魚露 糖跟檸檬汁 然後去調在那個醬裡面 這個吃起來就是 比較清爽的口味 就不會有太多的那些海鮮啊 或是比較生鮮的一些腥味在裡面 那我們做這道菜的話 有點像在泰國 你隨時可以吃到的路邊攤 我覺得這個倒的這個動作 是比較代表泰國性的一個 蠻道地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家的這道菜 我覺得很清爽開胃 那我們也可以根據客人 特別的需求都可以講 比如說不要太鹹啊 我們也可以幫 比如說有些老太太 她不喜歡吃那麼鹹 甚至有的小孩子 她說我不要辣 那我也都可以幫你做到 完全不辣這樣子 我們是2016年開的 然後當初會想要開這間餐廳 是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去泰國旅遊 最印象深刻的都是泰國小吃 可是台灣的泰國菜 反而都是以桌菜為主 所以我們老闆就決定 把泰國街邊小吃的風格跟風味都搬回來台灣 所以我們從所有的桌椅 餐具跟烹調的器具 也都是從泰國帶回來的 泰國它有些料理它的魅力就是 它們有既定的公式 老闆有去學 還有它的基底在 然後我們再結合其他東西 去做一些創意的變化 像東英在泰國它幾部分 大部分都是用海鮮 但其實台灣人有一些客人 他其實不喜歡吃海鮮 但他喜歡喝湯 所以我們就有把泰國的傳辣霞湯 再去結合豬肉或是雞肉的部分去做湯麵 今天要推進的是 泰東北烤雞腿飯 然後我們是使用每天現殺的仙雞 先做醃製 醃製裡面會有香茅南漿 椰漿然後羅望子 還有魚露去做炎漬之後 再去做燒烤 烤的時候我們會先進去 讓它雙面都烤稍微有點金黃色之後 再上它的醬 然後再繼續做烘烤的動作 所以它在吃下去的當下 其實是會有點脆脆的口感 就是它皮的那個部分 它搭配的醃醬是羅望子烤米醬 它們就叫南京醬 它裡面有烘烤的米碎 它的酸味是來自於羅望子跟檸檬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點酸酸辣辣 可是又帶一點堅果 還有煙燻的香味 客人在用餐的當中 我們會一邊用烤箱去做燒烤 其實是整天都會有那個燒烤雞腿的味道 所以你是聞著燒烤雞腿的味道去吃 就像我們平常中秋節烤肉 對 大家想念的就是那個烤肉的香味 我們在家裡做燒烤雞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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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有想念的 燒烤的味道 我們在家裡做燒烤雞腿的味道 就是燒烤雞腿的味道 然後燒烤雞腿的味道 燒烤雞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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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吃烤雞腿的味道 我們喜歡吃烤雞腿的味道 要吃烤雞腿的味道 所以我們先吃烤雞腿的味道 所以不願意吃烤雞腿的味道 就知道煮最快的味道 就要讓其他菜味道 用來煮煮煮糖 煮煮糖 煮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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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as newly是在热情甜食店里, complained garlic, XYO eating 因為有可貴香菜 Hornid湯 不作出epad,又是黑豉腹 ников самый脂肱 becomepole, achter育養 端laughing, 是黑豉腹的,很香甜 然後營運阿卡特 炒炒 還是阿卡特 吶 金跟別人 它們合作更多 給我來想吶 我們推薦 東北酸納乳龍 波羅拉桑毛豬 香茅松阪豬 泰式200元清穆瓜絲 泰東北烤雞腿飯 共切南半啊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